徐小新我剛剛在上節目前 有問他 因為有直接告訴 報導的媒體跟徐小新 如果你不下就要開罰 我現在就跟大家講了 我就不談他的行程 徐小新的行程我們不談了 不然要開罰對不對 對 也要開罰 不談徐小新的行程 就談日本教育協會 自己跟大家講 我已經消毒了 第二個 有一家餐廳 他剛剛也貼出他的聲明稿 就是我們已經完成消毒 而且他也按照 那個行程上面的時間跟大家講 已經超過14天了 12月9號到現在 已經超過14天 所以我們完成消毒 然後我們的員工 都沒有任何的不適 這個餐飲業也出來跟大家講 所以餐飲業可以跟大家講 我們已經消毒了 交流協會跟大家講說 我們已經消毒了 但是餐飲業跟日本交流協會 曾經有765的足跡的 可能的那個表不能談 我們現在就變成是這樣 我回到這整件事情的源頭 今年年初 剛剛開始出現疫情的時候 全世界 美國沒有疫調 是因為美國已經沒辦法疫調 一天40萬個血腸 你怎麼疫調 日本剛開始出現的時候 什麼在橫濱的計程車司機 他的岳母 然後還有大阪 河歌山 每一個人他是幾歲 男性 女性 什麼行業 在什麼醫院 清清楚楚都告訴你 就只有台灣就不能講 當然指揮中心就說 我不能講 我防疫防得很好 不然你要怎麼樣 你不能怎麼樣 只能聽指揮中心的 可是當已經有行程出來 而且不理解 為什麼指揮中心 只公布其中三個 而另外可能真的是 他們的足跡行程的部分 卻選擇性的不公布 包含了可能去車站 可能去捷運 可能去一個飯店的地下停車場 可能去一個外交機構 可能去一個餐廳 我都沒有講是哪一個對不對 這個部分為什麼你不講 錯的當然不能講 照謠的一定要罰 但如果不是錯的 為什麼不說 為什麼選擇性的只講 這三個 兩個白貨公司 一個大賣場